国内病态工程4月份呈现上升的趋势 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马披露 截至4月30号 研误工程和病态工程 个别录得141项和481项 分别增长了28%和10% 情况令人担忧 最严重的州属是吉兰丹 州内86个开展的项目中 就有一半属于研误或病态项目 部门正在积极会面各州政府 以面快马加鞭恢复工程的进度 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阿克马 今天在国会媒体室召开记者会指出 国内有问题工程在4月份呈现 令人担忧的上升趋势 截至4月底 国内共有141项工程被列入 研误工程名单 比3月份多了31项 4月份的病态工程 也就是工程进度 研误超过30%的项目 则是多达481项 比3月份多出46个 割制工程则是有112项 阿克马表示 随着疫情期间的工期延长申请陆续到期 研误和病态工程预计还会节节走高 部门预计 病态工程今年底会达到875个 研误工程则是264个 工程未能如期开展 因素繁多 发展商、中介或是企业都可能是原因之一 因此 部门特工队将加强和其他技术机构的合作 让更多工程恢复应有的进度 部门也已经和国家水务委员会 因达利水私人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 并前往其他工地实地考察 了解研误情况 阿克马也公布了部分州属的有问题工程数据 像是雪州 目前就有108项病态工程和39项研误工程 占周内742项工程的将近两成 玻璃市则是有4项病态和1项研误工程 占周内22项工程的22% 锦兰丹则有43项有问题工程 占所有86项工程的一半 部门将会晤各州领袖以共商对策 达利水私人有限公司的一半 好消息方面 目前共有118个私人房屋工程 已经恢复运作 获得竣工级合规格证书 或重新列入进展顺利的名单 涉及2749个单位的20个工程 在4月期间成功复原 发展总值估计27亿2200万令吉 八度攻坚成为任国会大厦报导 然后大厦报导 两项工程的大厦报导 后编买 两个字路 globalization 滚eden 正当工作的一部分 写业 侍